今天是2024年9月7日星期六 我们继续学习《重荣路》第三四则 大水结火 示众 绝足对待 作断两头 打破疑团 拿消一句 消灭各种对待 也就是斩断那源对立 打破疑团 根本一句话也不需要 长安不离寸部 泰山只重三斤 首都长安就在当下 不离寸部 泰山也不过只有三斤中 能拎起来 且道 据什么令 敢那么道 大家说说 我是根据什么指令 就敢这样胡说八道呢 举 生问大水 结火动燃 大千俱怀 为神这个坏不坏 仇人莫想 仇人说 这则公案 出自碧岩路 第29则 大水结火 有一个圣人问 大水法真禅师 他问 当坏节之末 降临的时候 世界毁灭的时候 宇宙中的一切 都会被熊熊的结火烧掉 不知道这个东西 会不会被烧掉 大水法真禅师 他是尾山灵右 作孝悟道 长庆大安城市的 施法地址 万松老人评论到 一个忧愁的人 不要向另一个忧愁的人 诉苦 仇人莫想 仇人说 虽云坏 早事哪看 大水法真禅师说 这个东西会坏掉 万松老人说 早事哪看 这个比较难理解 这是古代常见的句式 于伪装的长安清明师 里面有这个用法 早事商春梦雨天 可看芳草跟阳仙 这里的可看就是哪看 早事商春梦雨天 可看哪看芳草跟阳仙 意识类似于怎么 意识类似于怎么会那样呢 早事哪看 怎么会那样 怎么会坏掉呢 顺云 那么则随他去也 目前可验 这个提问的舍人接着说 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就不管这个东西了 随他被毁坏吧 万松老人评论到 当下的事情才是真实的体验 结果还没有来呢 结果动人还早着呢 随云随他去 下坡不走跟云一推 大随法人回来说 随便让他被烧毁吧 随他去吧 万松老人评论到 看到这个圣人在下坡的时候 还不肯走 大随法人推了他一把 圣问龙记 结果动人大千去坏 为什么这个坏不坏 同病相忧 后来又有一个圣人问 龙记少修城市同样的问题 万松老人评论到 同病相连 这两个圣人都有一样的疑问 既云不坏 打破气头 裂转鼻孔 龙记少修城市说 这个东西不会随着世界一起坏灭 万松老人评论到 打破气头 裂转鼻孔 这个气头很难理解 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看了一下阴影本 写的是 He tears up his ticket Pulls his nose around 就是撕毁了气约 牛转了鼻孔 这个气头它翻译成气约 气头气尾 都是气约的开头和气约的结尾 这里翻译成气约 很难理解 也可能是歇头 就是木桩 打破木桩 裂转鼻孔 把牛的鼻孔给扯过来 圣人 为圣不坏 又那么来 这个圣人接着问 为什么它不会随着这个世界一起毁灭呢 万松老人说 这个圣人又这样问 跟前一个圣人 又是一样的问法 这是坏 那么这随它去也 又那么问 这不是跟前面的圣人同一个问法 这个圣人又这样问 又继续问吧 为什么不坏 既云未同大千 生铁铸成 龙记少学生是说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大千世界 跟大千世界是一样的 是一回事 你现在还抓着这个问题 不放 它怎么会坏呢 因为你太执着了 它就不会坏了 万松老人评论到 龙记少学的回来 就像身体的铸成的一样 让人无法理解 世云 益州大水法人臣时 获云辅州西院 益曰长庆大安之子 百丈大志之孙 穿建六十余元遵述 大水法人臣时 是长庆大安 长庆大安臣时的司法弟子 长庆大安 它又是百丈华海的法师 他是四川绵阳盐亭县县人 曾经参访过六十多名城中大的大佬 在伟山座中 在伟山会中做火徒 他在伟山里又坐下担任 锅炉工 烧火做饭 火头就是负责在寺院烧火做饭 或者相登 或者负责相登的指示生 伟云只在指数年 不解之个问头 随云叫某角 问个什么 记得 问个圣记得 有一天晚上 李二臣时问他 你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年 一直默默闻 也不知道提个问题 大水法人臣时就访问到 你要让我提什么问题呢 山云 而不解问到 如何是佛 谁以守眼为三口 山云 而以后有片瓦盖头 密各扫地人也无 伟三李二臣时就说 你可以问什么是佛法呀 什么是佛呀 大水法人听到 伟三李二臣时这样说 赶紧把伟三李二的嘴巴 捂起来了 伟三李二就说 你这样沉默寡言 这样西言如今 西言如今 不知道 去装神弄鬼 你以后就收不到徒弟了 以后连个扫地的人都招不到 你就说你这样无法搞传销 没有办法发展下线了 以后当不了权贵教授人了 后于蓬口路 监察鸡蛋 往来三连开山筑大水 果然 大水法人后来到了四川 因为他这种个性 不喜欢装神弄鬼 不喜欢说话 只能在蓬州某座山的山脚下来 把个茶摊子 每天监察和大家结缘 这样就相当于搞传销 去农村送鸡蛋 这样去发展下线 这样搞了三年 慢慢把传销事业搞起来 发展了不少下线了 发展了不少农村老太太 最终在大水上建庙 当了住持 深问 结果怒然大千句话 为什么这个坏不坏 此问本初 人亡护国经 回到公安本则 有个圣人问大水法人才是 结末的时候 整个宇宙都要被结果所烧毁 佛性会不会被烧掉呢 这个事实是根据经文里面的神话故事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故事出自 这个说法 出自 结伙的说法 结伙的说法 出自人亡护国经 下面是人亡护国经的内容 班族王 性外道 骆驼鱼 取千王头 就是要把一千个国王的头给砍下来 作为祭祀用 银室总监 摩河加罗大黑天神 向大黑天神 供养 做供养 寄言国座 就是希望他 这样他的国座才绵长 普明王请一日假 最后轮到普明王要死了 他请了一天假 一七佛法 摘摆法师 他就不想死 七位佛陀的教法 摘摆 供摘 这都是佛教僧人瞎扯的 供摘你就可以免难 第一法师 魏王说记 就说 接祸动人 驾大前俱坏 这是他记述的内容 此记凡三十二句 这是前两句 王父使 转为 作王说 班族疑问 一文此记 心开误解 以国父帝出家得人 那个班族王立刻放下 出道立地成佛了 这是《仁王护五国经》里面的内容 大家可以自己去阅读 据教宗说 三千大前世界同一成坏 根据经教的说法 三千大前世界同时产生同时坏灭 汉武帝 招昆明词 得灰 问东方朔 朔曰 请未夕遇到人 自后汉民帝 摩藤足 摩藤足法兰 来 问之 曰 结灰 这个就是 昆词 结灰的故事 这个昆明词不是云南的昆明 这是陕西的昆明 昆明词 出自高僧传或者受神记 这个故事 昆明词位于陕西城西安市 长安区 雨斗地处西安城西的配水 风水 举水 举水之间 总阵地面积3.32平凡签名 实践于西汉汉武帝 元首三年 公元前120年 这是昆明词 云安问讲师 这个云安是真经科文城市 火灾起时 世间虚空 许多灰烬将至何处 还有打者 他说当结末发生大火的时候 产生那么多灰烬 宇宙整个都烧毁了 最后那么多灰落到哪里去了 没有人能够回答他 还有打者 很少有人能够回答他 子官 子官里面的说 摩河子官说 罗汉如炭 辟之如灰 菩萨如雨少灰 佛如结火 佛如结火 无炭无灰 佛头才是这些究竟的 这是自己大师在摩河子官里面的观念 这都是瞎扯的 意思就是说 阿罗汉的习气最重 就像木炭 辟之佛赤之 就像辟之佛的习气 就像是木灰 菩萨的习气只有一点点灰 佛头没有任何习气 没有炭也没有灰 佛头最牛逼 此问这个坏不坏 这个圣人问这个坏不坏呢 佛果道 这身原来不知话头落处 佛果原物可行 诚实评论到 这个提问的圣人 根本不知道话头的落处 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其道这个是什么 大家说说这个坏不坏 这里的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随云坏 至于反常河道 极难咬绝 大随法人回答说坏 这样回答比较反常 但是符合大道 是很难理解的 圣云那么再随他去也 这个圣人说 既然你说是坏 再随他去了 这次也好笑 不知直边醉顿多少时也 这个直边醉顿 就相当于安前马后 就是一直跟随着他 这里说这个圣人 他口头上说随他去也 其实他一直 却纠结于这个事 一直跟随着这个事 安前马后的 直边最内的跟随着他 像奴仆一样跟随着这个问题 证明他根本放不下 随云随他去 大随法人说随他去 万松道 生随大随去 与大随随生去 万松老人说 是这个圣人被大随法人 牵着鼻子走 还是大随法人 被这个圣人牵着鼻子走呢 雪斗与修三祖同时 未见修三祖 达后段不坏 唯同大迁化 单宋大随化云 结果光中立问端 那身游至两重关 随记少修 他是罗汉贵神的法师 跟雪斗重贤 是同时代的人 所以雪斗重贤 他就没有看到后面 随记少修说不坏 为同大迁的话 就没有看过随记少修的语录 所以就没有对此进行评论 雪斗重贤 只是评论了大随法人的话 说这个圣人在 结果的光亮中 提出了一个问题 这个提问的圣人 他已经破坏了 坏于不坏了 他已经 没有 他已经被坏于不坏的 二人对立稿糊出了 沉迷于坏于不坏的问题 结果光中立问多 就是这个圣人 在结果的光芒之中 提出了一个问题 纳神游至两层管 他陷入了二元对立 这个计算是 雪斗重贤在毕业录中 写的顺文 毕业录第29则 大随结果 这句人多错会 道大随道坏 是一重关 修山主道不坏 是两重也 他将往往误会了 雪斗重写的这句计算 瞎理解说 大随回答说坏是一重关 隆记少修说 不坏是另外一重关 其实雪斗重贤 根本没有读过隆记少修 所以这里不可能跟隆记少修有关系 跟隆记少修不可能有关系 而不看前话单送大随 你们难道没看到我前面说过了吗 雪斗重贤的计算只是解释了大随法征的回答 他根本没有看过隆记少修的回答 雪斗未见西洋山主语录 雪斗重贤根本没有看过隆记少修的语录 因为他们是同时代的人 当时隆记少修的语录还没有阶级出版 但以问头这个坏不坏 已是两重关也 雪斗重贤重里面的两重关 指的是坏与不坏的二人对立 可怜一句随他语 万里去去读网环 此寵这声不会大随语 只往苏州问头子 这个可怜一句随他语 万里去读网环 也是雪斗重贤重 意思是说大随法征 随便说一句随他去的回答 真的是非常巧妙 非常可爱 这里的可怜指的是可爱 雪斗重贤重贤重的欣赏 这里的区区 同区这个马座的区 就是辛苦努力的样子 意思是 意思不是区区小市里面的区区 这句话的意思是 这句顺文的意思是 这句技巧的意思是 这个位生人万里 跋涉 奔走于两个道场之间 想弄明白这件事 最后还是一无所获 指云 就是头子说 四川有古佛出世 鲁树回 比生回 水已化 头子大同城市对这个生人说 大水发生城市是古佛带来 他在四川 四川的大水发生城市 你赶紧回去吧 这个生人迅速回到四川大水发生的寺院 但是大水发生已经过世了 已经去世了 这里基本都是遍述里面的内容 大家可以回去回头去查看一下 唐僧 锦尊提云 这也是遍述里面的 了人无别法 为道应难能 这里为道 有的版本是随道 这里应该是随道应难能 一句随他语 千山走那生 后来也为唐僧的生人叫做锦尊 他礼拜了大水发生的塔墓 塔碑 写了一首诗 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说 万法为行 了人无别法 万物皆备于我 除了我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法 谁说无主后人才是认可了南方的坏人呢 随道应难能 大水发生随便说了一句随他去 让这个提问的时候人千里八舍跑来跑去 根本不懂得随他去的真实含义 随道用词连一道 送后 随连也 随道上是技术里面的可了一句随他语气 万里区区独晚还 就是根据这首诗来的 寒穷明测夜 寒穷明弃夜 寄夜里看灯 银霸孤创月 徘徊恨不深 这是他还是 这还是唐超生人 寄尊 寄尊城市 寄尊的 斯文的后两句 意思是在大水发生的塔幕前 秋风涩涩 蟋蟀在堆积里 堆积的树叶中悲鸣 在寒夜里 我像是一个孤狐野鬼一样 在大水发生城市的墓碑前 对着墓碑的相当礼拜 写完这首诗之后 我个人站在窗外来回 来回徘徊 心中充满了遗憾 久久无法平静 银霸孤创月 徘徊恨不深 天同送骨 更天修山主话道 不坏 为同大千 有本道 为他不同大千 红字正觉城市在宋文里 把龙记少秀的回答 也写进去了 因为红字正觉城市 是更后世的人 他就能看到 龙记少秀的语录 所以他把 龙记少秀的话 也评论了一番 写在寄尊里 龙记少秀说不坏 为什么不坏呢 为同大千 有的版本是 为他不同大千 为同大千 为他不同大千都可以 这画最好看 这里两个版本 这里出现了两个版本 那就更精彩了 因为相反的话 一个说 为什么不坏 一个说为同大千 一个说为他不同大千 这里出现了两个版本 这样就更精彩 更好看了 大同也得 不同也得 江处就错 无可不可 因为说同与大千也行 说不同与大千也行 因为不管怎么说 都是错的 江处就错 无可不可 不管怎么说 都是落入了二元对立 所以随便说都行 修三主又云 坏也爱色 爱色杀人 不坏也爱色杀人 龙记少秀的诚实 接着说 你说他坏 也让人无法理解 你说他不坏 也能让人无法理解 万聪道 大随道坏也有出生处 修三主道不坏也有出生处 不是一向无异度 不可一向情实惠 万聪老人说 大随法人说坏 也可以有脱身的办法 龙记少秀说不坏 也可以有脱身的办法 不管是回答坏还是不坏 都不是完全离开了理性的思考 但是也不能彻底的 依赖理性的思考 无异度就是没有动机 不可一向情实惠 不能用四字变通去理会 所以 不能两个极端 两二元都不行 下面是六祖谈经的内容 不见将其自策成时 为六祖涅槃经中 常无常义 祖替无常者佛性也 有常者 圣恶一切诸法 分别心也 策替 经说佛性是常 何常确言无常 圣恶诸法 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 何常确言是常 此既相为 令学人转身疑惑 祖替 佛性若常 更说圣恶诸法 无所无常 正是佛所真常之道也 要一切诸法 若无常者 则物皆有自信 荣受生死 而真常性 有不辩处 无所常 正是佛所 正无常义也 这是六祖大师 忽悠 自策成时的 这个万从老人 引用了六祖谈经里面 第八品 顿剑品的内容 这里就不用解释了 今时初心 见大随道 坏随他去 未免淫祸 如今的城门小白 看到菜鸟 那些菜鸟 看到大随法人 说坏随他去 就往往感到疑惑 旁禅六祖 可以无疑 大家参考上面 六祖谈经里面的内容 就会明白 其实这都是用俗的辩证法 就是诡辩 六祖大师最会诡辩 翻来覆去颠倒 乎扯 旷大随百丈青春 修山族地藏笛子 超勤离间 取为今时 何况大随法人 是百丈城市的徒孙 隆近上下城市 是地藏未成的 司法弟子 他们都是大宗师 超越了世俗的情见 随顺世俗人的 随术世俗的人 勉强给大家解释一下 取为今时 勉强为今天的人说一下 给个回答 雪豆当时只送一半 天同其日 死得完全 当年雪豆上是因为 没有看过 隆近少小的语录 只能解释一半 红字正觉上是 才完全的通过寄送 才通过寄送 才能通过寄送 完全的 完整的 把隆近少小的回答 也解释了一下 宋云坏不坏 佛首剪不出 到底是坏还是不坏呢 万少老人说 这个问题里面 瞧那么也无法剪别 随他去也大千界 没量大人 雨脉里准确 随他去吧 大全世界 万少老人说 其实是像大随法人 这样的大城市 也会跟着别人的雨脉转 距离了无钩手机 粘牙带齿 亦不少 大随法人 随他去的回答 没有钩子 也没有锁链 万少老人说 这个回答其实也会粘住牙齿 脚头都被葛藤爱 谁叫而生之隐瞒 虽然这句话没有钩子 也没有锁链 但是很多人的脚都被这个葛藤办好了 万少老人评论到 红字正月城市 谁让你在这里写记忧 生发出这么多字条 引出这么多的漫长呢 会不会心忙手机 大家会不会呢 万少老人说 红字正月城市心里很焦急 分明底是 丁临赛 是忙者过 非日月就 这样明明白白的事情 却要让人反复丁临 万少老人说 是你们自己眼下 不要寻找日月的过失 自信念出误伤俩 压人见贩子 现在明白心心的人 给你们粘梯出来 你们不要再玩 再在那里讨论了 不要再议论纷纷了 万少老人说 人云你牙子碰到人 碰到人贩子 这个牙人也是人贩子 这个贩子也是人贩子 都是骗子碰到骗子 都是坑蒙拐骗的货色 都聚在一起了 输我当行买卖 贪污里泛扬州 有的版本是 还我当行买卖 大家就是不要再继续讨论了 直接拿到商铺里去买卖就完了 也就是说佛法的道理 根本讨论 就是说 佛法的道理根本讨论不清楚 只要能骗到圣诞心理就完了 传销的生意直接干起来 根本不需要讨论 万圣老人说 唐污里泛扬州 扬州就相当于现在的华尔街 或者现在的上海大城市 都是商业繁荣的地区 直接坐在法塔里就可以做大买卖 扬州是做大买卖的地方 是当时的商业中心 就是出家人搞中家存销 比华尔街的利润还高 直接的坐在寺院的法塔里就可以搞 直接坐在寺院的法塔里 就可以收钱了 日进斗金 诗云学道送这生 问这个坏不坏 到那生由至两重关 学道他说通过技术解释 这个生人的提问 这个坏不坏 他说这个生人陷入了二元的关卡 那生由至两重关 是学道的技术 天童宋首言 坏不坏 其意不同 天童在寺宋的开头也说坏不坏 但是他的利益就不同 双举二声问端 双收二声打出 一时年下面前 他是同时举出两个生人的提问 最后又总结大随法人和龙晋少修的回答 一下子就把所有的内容都念提出来给大家看 唯随他去也大千戒 就大随语出二声勾线 点二声称快 红字正确上市的 随他去也大千戒 是指大随法人的回答 一下子就把我两位城市的调钩和调线展示出来 并且点名 这两个提问的声人就像疯狗一样追逐图快 云居是中云 语言如钻如甲 如狗如锁 虚叫相须不断时的 云居到简称时在开示的时候说过 语言就像钻子夹子 钩子和锁链 必须让他连续不动才可以 进送二声打出直接便与布设连迁 红字正确才是在进送里解释二位城市的问答 直接了大一点也不脱离带水 曾耐诸方语被葛藤绊倒也 当时禅宗介的这些人已经被葛藤给绊倒了 被这些禅室的葛藤断倒了 曾典兄常客南昌张江市郑禅室席下 这个曾典兄是翠岩可真 仁宋外号曾典兄 他经常点胸口 很骄傲之大 有一次他居住在南昌张江郑禅室的道场 这个郑禅室是瑞州五泉山 瑞州市值江西的地面了 五泉山郑禅室 十双楚源的生法地址 他住在郑禅室的道场 一日扣一路径 扣就是扣子 就是把身袍给牵起来 露出小腿 缓步而过 慢慢地走过 正怪问之 这个郑禅室就觉得奇怪 问他原因 正月前南后架 这就是葛藤真恐半岛 正伟大笑 真何臣是 可真臣是 他说你这个事业到处都是葛藤 我怕被半岛了 正臣是听了哈哈大笑 天同道 我那么分明送出 而会那不会 洪志正觉臣是说 我这样明明白白的通过技术解释 你们难道不会吗 你们会不会呢 若是酒餐上市 如当行买卖 不所商量 如果你们是老餐 是个有机嫌的乘客 这就是就像商场明码标价卖东西一样 下来家 下来跑出去出家了还是什么的 这句话很莫名其妙的 师父奉贤笑一声 下的须迷颠倒作 这个最后一句 万从就就是下的离家 不懂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这个是第三十则 大水皆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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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